不是撞擊就是用水柱驅離 中非在南海衝突畫面曝光 引發世界關注 有專家建議 台灣也可採取相同做法 美國專家鮑爾建議 採取透明化方式揭露中國做法 可讓公眾為衝突預作準備 並且願意支持投入更多預算 在國防上面 以阻止可能的戰爭 不僅要讓世界看到 更有學者建議 東協應該建立於美中台各方對話機制 而印尼則應該凝聚東協共識 降低台海緊張情勢 而歐盟更是早就表態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政綱宣言當中 明確表態將阻止 中國對台的軍事侵略 被認為是他至今為止 最強硬的表態 而歐盟將跟日本 韓國 紐西蘭 以及澳洲等國家合作 共同應對印太地區的挑戰 表明歐盟對台灣問題的高度重視 中國如果說發動了台海的戰爭 那無疑是破壞了世界的和平跟秩序 當然更現實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一定是傷害到歐盟各國的經濟利益 國際友人相繼發聲挺台 振折意味濃厚 也讓台海情勢受到各界關注 降低衝突發生的機率 新立新聞 鍾雲睿 楊紫玉 台北報導